北非国家突尼斯第一位民选总统 埃塞布希星期四病逝 想其受92岁举国哀悼 按照突尼斯宪法 人民代表议会议长 也就是纳塞尔将会暂待总统职务 一直到年底选举之后再交棒给接班人 92岁的突尼斯总统埃塞布希 上个月身体不适 一度住院治疗 并在这个月初痊愈出院 老总统在公开场合亮相两次后 星期三突然病倒 在一家军事医院交互病房接受治疗 没想到病情突然恶化 在第二天撒手人寰 突尼斯原定今年11月17号举行总统选举 埃塞布希曾经表态 不会寻求连任 他希望人民推选新领导人 带领国家走出经济危机 只是老总统执政五年后突然病逝 依照突尼斯宪法 在选举筹备期间 人民代表议会议长 纳塞尔将暂待总统职务 星期四宣誓就职 同时宣布9月15号提前举行总统选举 老总统从政经验丰富 曾经担任外交部长 和议会议会议长 一手创立突尼斯呼声党 2011年国家政坛动荡 掌权23年的前总统本阿里下台 突尼斯陷入群龙无首的窘境 直到2014年 埃塞布希以88岁高龄胜选 展开为75年的总统任期 老总统以得治国深得民心 老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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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总 总统 总统病逝全民哀伤 突尼斯总理沙赫德宣布 国家进入为期七天的全国哀悼期 暂停所有体育竞赛和娱乐活动 随后将会公布葬礼详情 让人民陪老总统 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也让埃塞布希好好和这片国土告别